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环菊摄瓶 环菊摄瓶的话 它主要是做豆坑豆浴 热成纹 毛孔粗大等肌肤问题 它是一款全功能的一个修复 那环菊摄瓶的话 主要是摄瓶加微针的一个结合 去做这些问题 那环菊摄瓶的话 它标配有四个探头 这个头的话是十针 十针的话只要是做一些死角部位 或者是一条线的一条形状的那个润成纹 还有这个是25针的话是做脸部 这个是64针 64针只要是做面积大一点身体一些的部位 然后这个是纳米的 纳米只要是做提升导入啊这些功效 然后现在教大家怎么去安装这个探头 然后这边它探头上面有一个这个卡槽 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一点的卡槽 然后这边有一个负压的一个接触 然后这里手柄里面的话两边这边都是有卡槽 然后这个中间这里中间对准这里 然后卡槽 对准这里 按下去 按下去的话 紧了 然后再旋转 然后探头就上紧了 然后这边的话 插上它的一个过滤管 这个过滤管的话要注意一下 就是操作的时候如果是脏的话 请更换一个新的 那我现在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界面 界面的话它有分两种F跟D F的话它这个是我们脸部的一个操作界面 B的话它是作为身体的一个界面 先讲下F F的话第一个是时间 它这里 然后第二个是它一个深度 就是可以调节的 就是可以精准调节它一个深度 这个是它的一个停留 能量停留时间 我们建议是4 这个是它一个CD 拍到2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RF是它一个射频能量 射频能量最高是150 然后我们建议的话是80开始100 只有根据它做的部位不一样 调的一个参数不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是上面这两个 这个是它一个手动模式 就是要按一下这个手柄才能操作 那现在这个的话是有一个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是怎样的形式 它现在给它示范一下 按启动 启动之后的话它这里会拍一个负压 吸紧皮肤之后的话它才会自动的工作 如果吸紧之后一定要完全吸紧的话它才会自动工作的 如果吸紧一点的话它是没有接触要完全吸住它才会自动工作 那我们领部的一个参数的话 我们建议是0.9到1.3之间 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做肚子的一个参数 然后这个是它深度 做肚子的参数的话是做肚子这个部位 然后是2.0开始 然后它最高的一个深度的话是3.0 嗯 那我们建议的做肚子的一个参数的话 是2.0到3.0之间 然后停留时间也是0.4 负压也是2 然后色频的话是100开始 然后如果是它没有感觉 一点点可以加一下能量 到130之间 然后现在示范一下怎么操作 先示范一下手动模式 然后这个是启动 这样点点 启动 呃 手动模式的话它要按一下才会工作的 放到皮肤有一个负压吸起来 然后再按这个手臂 然后吸起这个皮肤之后再按这个 按手臂按键操作 它走的话走个第一 走个一遍 然后如果它走了一遍之后的话 大概在它深度的话再调节1.2 再去走第二遍 走个第二遍空格 然后吸起来做 因为有一些探头的话 这里是没有操作到 就进度在中间 操作第二遍就可以了 不要走太多遍 起起来再按这个按键操作 然后现在的话按暂停 然后示范一下自动模式怎么操作 按这里 按这里 然后按这里 按开始 然后第一遍的话 可以给它1.0 按开始 呃 它自动模式的话 就不需要按这个按键 它吸紧皮肤之后的话 吸紧皮肤才会自动工作的 如果是这样接触它是没有工作的 是完全吸紧皮肤的话 它才会工作 那如果它走了第一遍 然后我们 呃 它走第二遍的话 深度加加1.2 然后碎平的话 也可以加个110 或者120 按开始 如果是它没有太大的感觉的话 可以调高一点 按开始 然后走第二遍 第二遍的话 就是它间隔做了之后 然后间隔中间再做一遍 也是不要走太多遍 就走个两遍就可以了 好 大概的操作就是 呃 这样子 因为它们已经有点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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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